那我好奇,电影学院刚刚郑导也提到还要自己拍片子,在读书的过程当中,我们知道美国的这种学艺术的大家都知道很烧钱,学费很贵,那还得加上后期制作的这些钱,那其实这个费用是不便宜的,对于普通家庭想要做艺术或者做电影的,就非常内心渴望,虽然没钱,比如说像我们这样,那郑导有没有什么建议? 对,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,就是我们作为国际学生我们的处境,就是我当时来,刚刚来美国学电影的时候,我也是一个很穷的国际学生,那个时候我的存款也就够大概一年不到的时间,但是我觉得就是可以跟大家讲,就是说如果你真的非常对这个很有热情,那我就觉得需要真的要好好准备去,像我讲的,去了解这个他的文化,了解他的教育体系对于年轻人的要求,然后在这个前提下, 其实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申请到奖学金的,那像去年,我有一个学生他,他是申请,他也是华人,那么 他的经济状况也没有那么的充裕,但是呢,就是他最后因为他的这个短片拍得非常好,然后他的成绩也很好,最后他申请到一个排名前五的学校的 他的百分之,他的奖学金cover他百分之六十的学费,哇那很多了,然后这只是入学的奖学金,他在他到进了学校的以后,他还可以再申请更多的奖学金,或者是可以有在校园工作的机会 所以你的奖学金和这个 scholarship和你在校园的工作的机会,这两个加起来其实,再加起来再看的话,如果你够努力的话,那么其实你的,就是最后你的花费,其实没有账面上看起来那么高 对,所以是有机会的,那还是有奖学金还是能帮助很多的,对,对 这是升本科还是升研究生,本科和研究生都包括,都包括,对,对,当然因为现在美国的经济,我觉得未来可能经济形势可能会比较严峻 所以接下来几年,我觉得研究生的这个奖学金可能会有一点萎缩,这是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